大家好,我是今天玩第五人格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五人格最重要的攻略囉 第五人格最重要的攻略,是什麼攻略呢? 我的第一次是1371315,歡迎叫我老友 那我們趕快開始吧 今天有一些東西可以玩,那我們先跟大家講攻略再來實況 第五人格呢,這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攻略 就是這個 全地圖的位置,也是大家現在最想要知道的東西 那這邊有地圖的開啟九點,就是說你要接敵兩個密碼器上 在角色的地方會集中地圖開啟 那剩最後一個人會自動的從地圖變移開啟 好,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,這邊有寫地圖一開啟 這一個呢,算是第五人格最重要的攻略囉 每一個人的動作都會推進三個固定位置,總共其中一個 下面三個呢,有三個地圖的地圖位置 所以這邊你可以看一下,這邊有全地圖的地圖位置 那像是軍工廠這邊有沒有 那三小櫃的地方叫,正方櫃的地方就是地窟 這邊都清楚的給大家囉 那再來是聖心意願的 全地圖地窟的位置大公開 好,大家參考一下齁 好不好 所以這個還蠻重要的齁 那地窟位置就是你可以躲起來齁 躲起來 呃,有三個固定的位置 那地窟就是角色的這個啊 道具上面有一個地圖一開啟齁 那 有沒有 那這個就是地窟 那地窟用就是,終於是在逃生的啦 好不好 那開啟的條件就是你要 呃 所以地窟的開啟方法 還有全地圖的地窟的一個圖鑑 我們今天影片的重點就是這樣 啊,大家自己參考一下 好,我們開始實況了 月曆點 欸,玩到什麼了 他們好像不在耶 我們先自己玩一場 我該不會變鬼了吧 欸,我不要變鬼啊 欸,為什麼我自己走我就會變鬼啊 這太不公平了吧 我太不公平了啦 為什麼他們都欺負我啊 單排就給我變鬼喔 很賤欸 天啊,我單排他就給我變鬼 這是太不公平了 隨時看四周看烏鑑 不要東西 喔,掃到了,掃到了 sit 操 媽的耶 就進貨 怎麼辦 我們掃到了 注意密碼機的位置就可以了 其實 所以其實你們要去掃密碼機啊 我密碼機的地方過去就可以了 好想這邊烏鑑幫我們聽到聲音喔 好想這邊烏鑑幫我們聽到聲音喔 我真的很賤 阿 爹阿阿 沒有 小白 你快要回來了喔 你快要回來了 你快要回來了 Ryu什麼鬼啦 不是很愛Ryu你啦 看你Ryu什麼鬼 很愛Ryu鬼是不是 我的椅子怎麼那麼遠啊 怎麼都沒有椅子 沒有觸發暴擊 跑不掉啊你 我們輸的超級快耶 有夠猛 這椅子一直被拆啊 附近一個附近一個 附近一個附近一個 他不會被救啊 他不會被鋪去 他不會被救 還沒有 我們輸的速度好快 喔 喔喔喔喔 喔喔喔這椅子速度很快 好快 吼吼 哇 反正就速度很快 啊差嘛 椅子弄在地下室 前面有一個前面有一個 有律師站沒有人去救他要死喔 你們確定你要放生完的律師嗎 唉唷 你們十三機要死了 我感覺後期我們的書變好快 唉唷 有人在偷解密碼機 誰 靠 這前面 三家要死了 你要放生你的十三家嗎 你自己逃錯也沒用 不好意思啦 我比較強一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爽喔 這個把人家抄下去真的是爽 不好意思啊 這邊剛好有一個 GG喔 好啦 居了居了居了 你不用玩了 你也別想要 啊 啊 居 啊 也是我贏啊 我幹掉兩個 大家可以交好友 掰掰 好啦 應該是我贏了吧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請幫點個喜歡 想要繼續追蹤的話就訂閱我的頻道